好 换个星期我们要来关注 现在旅游已经解禁了 在2023年成为了旅游元年 报复性的旅游人潮也开始增加 那要来问大家的是 现在大家如果要来出国的话 会来选哪个国家 或者是你已经去过哪些国家了 我们来看看台湾人最喜欢去哪里玩呢 第一名不出所料的是日本 第二名是中国 第三名是韩国 再来是越南以及泰国 那如果按照年龄层来区分 这样的排名会有变化吗 你可以看到有一个很奇特的现象 从一岁到五十岁以上 基本上最多人去的 一样是日本 预看整个东京 2023年台湾出境国家第一名 不意外又是日本 紧追在后的是中国和韩国 但同在东南亚的泰国和越南 居然出现了年龄层的分歧 泰国跟越南你会想要去哪里 泰国 泰国比较常听到啦 以前常听到人去泰国 越南感觉好像是去工作 这泰国耶 真的吗 就感觉越南 越南就是历史比较悠久 然后就比较适合老人 这样慢慢慢慢的走 泰国热闹 越南清幽各有拥护者 不过根据观光局统计 四十九岁以下最爱的国家 第三名是泰国 五十岁以上最爱的国家 第三名则变成越南 想去哪里也变成年龄陷阱 而根据统计 上半年最多人出国的族群 学生吧 学生为什么 为什么学学生 学生都比较好放 退休人士 有钱又有钱 答案出炉 三十到四十九岁的女性 和2021年比较 出游人潮多了十四倍 比同年龄的男性还多 亲手女出国变成优势 刚刚是女权主义抬头 然后那个 现在找不到好的男朋友 然后就觉得自己出去玩 可以很很惬意这样 在各方面的所谓的薪资 或者是她的预算上面来讲的话 应该善待自己 所以她的预算空间就比较大 亲手女的形式 我个人认为是觉得说 现在已经是变成是拍照式旅游 所以拍照女生的时候 当我有一张美丽的照片 在这个地方存在的时候 我就会实现给我自己 一个非常充实的感觉 上半年初游人潮大爆发 下半年业者也瞄准暑假 耶诞档期 家庭屡次也有机会增长 报复性旅游的威力 人潮变潜潮 桓新闻 防疫情李宏杰特别报导 嗨 我是盈彤 记得订阅华氏的YouTube频道 并且要开启小铃铛哦 站起来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